對 對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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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歡迎收看 神馬好時光 特別情況又來了 今天要聊的是 神明你做做這個行業 對 今天我們要來揭發 也不像揭發 我們要來聊聊神馬這妹們 在他們當神馬之前 他們都做了些什麼工作 有人有做過什麼特別的一些行業嗎 或是比較厲害的職業 我做過鐵板燒 鐵板燒 我會炒鐵板燒 真的假的 能吃嗎 難吃 很好吃的 可是通常鐵板燒師傅 不是都是男生居多嗎 就是我會用比較專業的那種 就不是那種很 一大把菜那種 是那種像什麼牛排 包 干貝啊那一類的 比較精緻的我就會 是高級的 是高級的 為什麼會去學 因為那個應該有值錢的訓練吧 你是餐飲科的嗎 不是就是去打工 然後老闆都覺得可以教我 然後有些客人就會想要我來炒 然後就 是正妹 所以你炒的時候都會 都會這樣子 玩下去炒 炒一點點 多少一點點 OK 那小鈺你有做過什麼厲害的職業 我做的職業都滿正當的 不然呢 鐵板燒師傅也很正當啊 當然我們今天都是討論是正當行業 但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賣外貿算是 就是英俊的嘛 所以說 所以說我在做很多行業的時候 都會比較順利 就像我在做補習班 然後就招飲 搭老師 沒有 做打電話的 喔 對 但是我 招生的對不對 招生的 趁機跟妹聊天 這個也是一個啦 然後還有做賣飲料 我有搖過飲料啊 然後也做過 做過義大利麵 做過拉麵 好多喔 那位練場 我做過那個搬家具的那種貨運工人 Odition面試的時候 他說你可以就是 會考嗎 Odition之前我們在那個 喝高粱 突然同學接到電話 欸 要做 打工嗎 喔 好好 我這錢 2500 搬一個貨櫃 對啊對啊 就搬一個貨櫃2500 四個半小時2500 對啊覺得還蠻好賺 但是後來就不想再去 真的太累了 那希平你覺得這2500 覺得這個算是值得嗎 還是 還是有一些 西平怎麼說 有一些內幕在裡面 學生時代 2500算不錯的啦 對 很高好不好 學生時代 打工那個時候 在你那個時候 一小時才九十幾塊錢 對 在那時候 85吧 還在 西平你看我 當藝人之前是做什麼的 蛤 西平認為 西平你怎麼說 你是做蠶絲背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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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蠶絲背 不會 因為你現在是蝴蝶啊 那你說之前 之前就是有 真的有 有分數的嗎 厲害耶 就是做蠶絲背的嘛 好有 厲害厲害 我其實之前有當過那個 沙拉試吃員 沙拉試吃員 是不是聽起來很酷 對啊 就我去那種天母 就高級的超市 超市 超市 然後我是專門就是 我就準備很多沙拉 然後就要給天母那邊的貴婦試吃 是 然後就吃一吃吃一吃 然後他就決定要不要買 然後我就在旁邊說 很好吃喔 很健康喔 不會胖喔 然後等到休息時間 我就會偷偷躲到倉庫 然後打氣 沙拉 沙拉 而且沙拉的熱量又很低 又很爽 任爸在生Selina之前的時候 有打過工嗎 有做過什麼特別的工作 我們那個時代 沒有這個機會點 沒有什麼打工機會 但是我自己的就業的過程 就是一個中華民國成長進步 什麼意思 因為我是一開始 我六十四年入社會 六十四年入社會 六十四年入社會 那哪時候會進到一百零四年 六十年入社會 那時候台灣已經一開始起飛 開始正要起飛的時候 是 所以我一開始做公路員 然後做成衣 做鞋子 做帽子 做電子 最後再做電腦 就跟著中華民國成長 哇塞 什麼都做過了 所以這也見多試穩 很厲害 厲害厲害 再來歡迎可愛的中興 那我們知道她是威寶妹嗎 那時候 我其實之前那個打工啊 都是看自己喜歡 就是因為喜歡吃嘛 所以日本料理店 然後那個咖啡廳 然後最特別的是那個 賣過襪子 就是 就是 要試穿襪子嗎 它需要什麼 推銷的畫術嗎 沒有 你要扛很多的襪子 然後可能短襪 中長 長襪 都要排好 然後每次都有小孩進來啊 然後就會把它弄亂 你每天就是整理那些襪子 那個時代流行應該是泡泡襪吧 對 對 女生愛泡泡襪 對 就是做都是跟自己喜歡的有關 厲害厲害 最後一位就是 人力銀行的副總 副總好 歡迎何啟順 何副總 值得 副總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通常啊 在面試的時候 要怎麼樣才可以讓那個主考官覺得 你這個人不錯 我們或許可以用你 面試的時候 按照網路上頭所做的調查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企業主要什麼 然後把自己打造成企業主要的那種人 比較容易命中嘛 是 那所以面試的時候呢 28%看待人皆無應對進退 24%看口語表達能力 所以因此呢 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我們至少站就要站得很有自信心 不要在那邊東摳西抓的 這樣很難看的 是 然後另外呢就是 該有的禮節 比如說請面試官先坐啦 或者是我們在坐下來 在進行面試之前 我們在坐下之前 還能夠有一個開場白 謝謝面試官今天在擺帽當中 還願意接見我們 提取我們說明工作的特長 以及未來一旦加入公司 運運可以為公司帶來的貢獻 謝謝面試官 這時候再坐下來 有禮貌 這樣聽起來感覺面試就是一個很做作的行為 有禮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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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你講面試我講故事更新 有一個大切 印證了好幾個人 印證了好幾個人 然後大切老闆說 親自要面試 對 結果來了四個 非常優秀的 博客來大學 哈佛大學的 很優秀 他想這四個人條件都一樣 怎麼辦呢 怎麼面試 他故意在進門的時候 丟了一個衛生紙 一小塊衛生紙 結果進來第一個人 很高傲走進來 很自信滿滿的 好就出去了 第二個也是一樣 第三個 比較謙卑的進來 低著頭走前 一眼看到衛生紙 趕快撿起來 撿起來 放在口袋 再過去 所以生活小細節會影響到 OK 面試就在看細節 其實能夠進來面試 五個人 條件真的都差不太多了 差不太多 所以就是看你的細微處表現怎麼樣 今天要討論的就是要讓大家猜猜 我們生媽妹妹做的什麼樣的職業 對 在成為神馬之前做了什麼工作呢 那今天他們也穿了他們之前工作 會穿著制服也好 或者是衣服來現場 OK 好的 馬上歡迎第一位就是 金晶 金晶 歡迎 手秀一下 手秀一下 哇 好可愛 好可愛 一身清純學生妹打扮的金晶 還真看不出來是要去上班還是上課呢 究竟她是做什麼樣的工作呢 金晶 金晶你就是把高中制服穿來啊 對啊 所以這是你上班又穿的衣服 沒有就是下課後 穿的衣 就是直接穿 穿去就是 上班就是這一套衣服就對了 威廉通常什麼職業上班會穿這套 其實這種職業我比較少接觸到 這個問威廉就對了 她常去 我已經知道了 衣服妹一看就知道了嘛 對 她是制服妹那 可是什麼打工的情況下會做制服妹 西萍怎麼看 西萍這種狀況下 在哪個條路會比較多這種 穿員嘛 穿員 水手 水手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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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不然就是專門這個 建立公司人員啊 因為水手 下面是關燈嘛 專門放家關燈的嘛 下單手 水手 西萍 西萍 好冷 西萍 才這樣子delay live 水手關燈 在任馬你怎麼看 哪個年代是 因為想到比較直接想到 因為我上兩個禮拜才去東京啊 東京妹都穿這個樣子 對 穿得非常低的短裙等等 他們很喜歡制服 所以我會想到制服店 制服店 比較這種 社會上比較平安的一面 對 那西萍制服店的消費怎麼樣 你 不要犯規 你這個要問 我是台灣 資深媒體人裡面 唯一 沒有去過夜店跟制服店 所以其他的 都有 因為像我這種 這麼資深超過30年以上 又做這麼高階的 在媒體 沒上過酒店 沒上過這個 夜店 沒上過舞廳 這歷史 很少 很少的 厲害厲害 這個問題應該是問誰 問人力銀行 他最清楚啊 副總 因為你見識多廣的感覺 來看的話 我覺得一定不會是什麼制服店 人幫你太久沒去的 那中間那一節會沒有 我也是聽我朋友講的 我也是聽朋友講的 我覺得 做什麼的 我跟你們可以猜一猜 其實那個方向 這個滿多場合都看得到 他們制服是在換的 不一定是制服 通常是哪些客人的類型 會去你們店裡消費 然後司機 司機大哥 對 那你穿這樣不會有生意啦 應該要穿薄紗啦 我知道哪個行業 很明顯啊 什麼 那個 檳榔攤 檳榔攤嘛 恭喜答對了 對啊 檳榔攤這樣算穿多了吧 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這樣算太多嗎 太多太多了 因為肉雞胞都沒肉啊 不是 不敢了 不 檳榔攤就不只上面的東西拿掉了 我也是聽我朋友說的 不是 沒有你開車也會路過也會看到啊 這就沒什麼好隱晦啦 對啦 檳榔攤蠻多種文化的 因為其實不只男生開車經過會看 可是其實像女生經過也是會想要看 對 別忘了大陸觀光團啊 特地來看這個檳榔攤 真的耶 我們的櫥窗藝術啊 特地 金金妳怎麼會有這個機緣去做檳榔攤這個行業呢 講一下 我要澄清一下 我會穿制服是因為下課的時候就去幫忙 那是我家我姑姑開的店 家族企業啦 所以我從小就在那邊打棍 小時候就在那邊 所以你也不覺得怎麼樣 那不會有同學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 我朋友他們很好奇 我帶他們一起來玩 是喔 不是就是校長都有看到說 我學生怎麼在檳榔攤裡面打工 對啊 有被檢舉過嗎 不會啊 為什麼我們很正常啊 那不會有同學就說 你跟檳榔攤是在一起呢 不會啊 不會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很成熟就對了 知道你是在幫家裡 她在檳榔攤裡面已經不是洗濕了 她是天 這種姿色絕對天后級了 講得也太假了吧 金金有沒有 就是因為姑姑就是找你來打工 然後生意因此而變好 對啊 有因為她都會跟人家講說 這是我女兒 對 然後就是附近的工人啊 司機都很喜歡 很喜歡 妳都怎麼跟他們應對 都講什麼話 其實也不太會講話嘛 然後他們就是 都會叫我外送啊 然後特地要我外送 然後要我外送到工地裡面去給他們 檳榔有在外送的 又不是披薩 對啊 就是 就是附近的工地應該都會吧 對 拍戲劇組也會啊 不是啊 那妳去送檳榔的話 那攤子誰顧啊 對啊 還有真的有請人啊 可是我只是就是 而且反而我覺得外送 反而會指定要金金去 因為金金一看就是那種 一看就會就感覺心情很好 那有遇過什麼 那有遇過什麼 對啊 對啊 遇過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嗎 有啊 他們就說 妹妹我會等妳長大 喔 喔 喔 妳那個工人這樣跟你說 對 工人的 妳要回答一句話 我會長大妳的老 那妳現在還會包檳榔嗎 會啊 真的假的 很熟練 我之前都會跟姊姊會比賽 好的 那幫我們示範一下 怎麼包檳榔 那我示範一下 當做一個買檳榔的客人 好不好 硬要演耶 對對對 我演一個示範買檳榔的客人 好的好的 那我要錢包還是要先買 妳就做妳的事情 喔 好 OK 威廉買檳榔 Action 神馬檳榔爆笑劇 千萬別錯過 神馬職業猜不透 卻把老底都掀出來了 好專業的感覺喔 明顯的嗎 卡拉歐接待員嘛 他看到妳跟倫巴雅 後來打了一招呼 很熟的樣子 怎麼後悔覺得自己講太多 覺得他穿這套服裝 對我們北韓的情勢有什麼 如果金正恩 卡拉歐會行 不要 引他搭配要注意 當心可怕聖結石 我發現很多男士 大部分人家喝農場 又喜歡吃肉的 聖結石我發現 那茶葉蛋呢 茶葉蛋其實它是調味而已 那茶葉蛋 茶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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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八點 情侶跟我醬褲 卓奕豐歌唱教學 嘶吼芳把她超爆笑 很快的時候我想說就是 你上廁所上不出來的時候 在那邊用力的那個方式 這樣不會真的出來嗎 這樣不會真的出來嗎 我很醜 可是我很溫柔 你轉過來讓我們檢查一下 超級辯視台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辯視台 超級辯視台 超級辯視台 是威廉買名堂Action 小姐 好強調喔 這個買過耶 那個手勢 阿伯好 阿伯 小姐 幹嘛開組 保養我50 我多一百有送咖啡兩週 買一百有送咖啡 買一百有送咖啡 有 買兩百有沒有摸兩下 摸兩下 好…我多兩百給妳 有摸過耶 妳摸摸是怎樣摸 好 等一下 摸摸第一次兩百 真正要五百 這裡是摸彩箱給妳摸兩下 蛤 摸摸 摸兩下摸彩啊 好棒了摸摸 啊 裡面有什麼中品 喔 妳要什麼就有什麼 我 我有什麼 阿伯 妳有什麼優惠嗎 啊 可以 妳就是趕快 討厭喔 台客 很長耶 太長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妳們真的有摸彩嗎 沒有啦 是隔壁的啦 隔壁摸摸 就是那一排很多檳榔檯 所以就是司機大哥們就會覺得很開心嗎 對啊 所以他們送摸摸是真的可以摸彩 好像那個就是摸彩 就是 那妳真的可以實際幫我們包檳榔看看 可以啊可以啊 所以剛剛那個是這個是包葉 這個是這個葉子 然後他們就是比這樣就是五十塊 這樣就是一百塊 還有其他的手勢嗎 哇好專業喔 它就是這個就是剖瓶的那一種 剖瓶 剖瓶 所以那我們現在先包葉的好了 好啊好啊 所以就分兩種 對就是白灰 然後就是會這樣子刷進去 然後最好玩是捲著 我以前都會跟那些這些 這個是致癌物對不對 石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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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麻痺的效果 它的功能是黏住這個葉子是不是 沒有耶 它裡面就是有 好像有泡高粱 然後很多司機工人 他們就喜歡吃這個 而且他們喜歡吃冬天吃 那你會不會要聞 你有吃過嗎 冰啊 沒有耶 我不敢吃 是喔 然後就這樣塞下去 這樣就好了 好厲害喔 真的會耶 酷耶 那剖瓶的咧 剖瓶是另外一種 是紅色的灰 又不一樣 對 它是要剖瓶的 然後裡面還會夾一個東西 所以兔那個寫出來的感覺 就是紅色的 請問一下來賓 如果你們自己的家人 任吧 如果你女兒想去賣檳榔 體驗人生 你覺得OK嗎 我覺得職業本身是沒有貴賤 當然 但是我覺得跟環境有關係 如果那個環境是還蠻正當 尤其現在這個整個政府的監督之下 現在賣檳榔比較正當一點 所以我覺得OK 如果真的需要的時候 為了要生存 為了要生活 沒有 一定要免為其然介紹 而且孩子 但是在他成長過程中 他有些想法說 你父母親 幹涉太多 反而距離越來越遠 反而不好 我覺得適當的輔導很好一點 對 那如果西萍 如果你兒子 剛好想要跟一個檳榔西施交往 你會怎麼說 論及婚嫁了 西萍怎麼說 我兒子的事情我是管不著的 但是我女兒 我不會讓他做檳榔西施 倒不是我看這個 反對或看不起檳榔西施 而是吃檳榔有害健康嘛 不要害別人嘛 對啦 是 好的 謝謝晶晶喔 謝謝 歡迎第二位神馬 怡婷 歡迎 好專業 怡婷一身專業的套裝打扮 乍看之下像一般的服務業 究竟他是做什麼特別的工作呢 那就是鐵板燒的那個啊 服務員啊 我覺得很像 俱樂部的接待員 俱樂部的接待員 銀行行員也很像啊 都是房仲的接待員 蠻多的 蠻多的 西萍 你覺得他穿這張 這套服裝 對我們北韓的情勢有什麼 如果金哲珍看到你會喜歡的啦 不過現在光看服裝 你答不出他做什麼職業的 太多職業 都可以穿這種的 真的 所以需要他給我們一點提示 提示 好 這個行業工作內容大概是什麼 是服務性質的 然後通常是做晚上 晚上 幾點到幾點 九點到早上七點 好晚喔 九點到早上七點 對 發到十個小時 十星大概多少錢 好辛苦 我們都算月星耶 月星 可以透過嗎 高底的就對了 底星其實跟一般上班族差不多 然後主要是小費 那你一個月最多曾經拿過多少 薪水 如果加小費大概 四到五萬塊 是的 很明顯吧 卡拉OK接待員嘛 卡拉OK要不是搞晚上的接待員啊 對不對 還有小費給他 還有小費 按摩店吧 按摩店 不是 因為按摩店都那個晚上那個時間啊 三溫暖什麼的 對三溫暖 這個營業時間肯定是八道行業 八道行業真的是 又有小費 對不對 是的 對 我猜我猜我猜 你猜你猜 冰障 冰障夜 冰障夜有早上嗎 有半夜在辦的 有啦 有半夜 半夜要送進去的那個啊 很少沒有在半夜 可是也有白天送進去的 幾乎都是白天送的 沒有人在晚上送的 那上門的客人通常是什麼類型 兄弟 喔 兄弟 對 就是那種似龍似鳳的那種 好的 那你自己講講是什麼行業 好 我是做私人KTV的櫃台小姐 你好 歡迎光臨 倫巴好厲害喔 對啊 她的樣子像KTV的樣子 我這把有看 有去過那家消費嗎 沒有 人家被盜獄城市 新平沒有去過夜店跟酒店 但是私人KTV的招待所 怪不得我猜不出來 因為我從來沒去過 我剛剛看到你跟倫巴在後頭 後來打了一個招呼 很熟的樣子 互相熟悉 互相熟悉 這個職業怎麼樣 跟平常的公開的KTV 有什麼不一樣 跟那種連鎖店差在哪 其實它的服務內容其實都差不多 對 只是就是 因為它是比較私人的那一種 所以說就是 一般兄弟不太喜歡去那種正規的 就是他都比較喜歡去就是那種 比較私 他可能就是服務會做得比較好 對 好的點是 就是可能像一般去 一般像錢櫃之類的 他們可能不會服務生一直進來 那我們這種就是我們會 三不五時就進去 看他們有沒有需要補些茶水 或是毛巾什麼的 這樣我滿討厭的 就是如果說 有人一直進來一直進來 我在唱歌我會覺得很不值得 被打斷 還是那個主義不是在唱歌 對 他們其實就 就來喝酒 就是 沒酒了然後馬上就進去 需要什麼服務嗎 這樣 是要倒酒嗎 有一些招待所是直接就是有 那個服務生站在裡面 就看你要點歌還是 那個 幫你點歌 對啊 或是倒茶水都有 你有沒有後悔覺得自己講太多 你怎麼會知道 不會不會 因為其實還滿覺得 那個錢櫃會所也是在招待所 對啊 老闆 那種老闆會招待你 就是比如說你就是去吃飯 或是什麼 因為在 在內地其實還滿流行的 還滿流行的 在內地裡面有一個服務員 會在裡面 然後服務員點歌 是的 你要點什麼 還是點 而且你自己去點歌 因為我們台灣人習慣自己點歌 他點歌 他說不用 先生我來就好了 這是因為他們的工作 那你們招待所 你不害怕嗎 對啊 半夜人家這些兄弟喝醉酒 喝醉酒 如果 你常常進去 常常進去 還好我們如果 女生 就服務生進去 如果超過五分鐘沒有出來的話 其他的男服務生的同事 就會進來救你 不然我也演一下好了 演一下 就是講說你騷擾他 然後他怎麼 他怎麼去化解這個危機 好不好 我們 我們來兩個演兄弟好了 好 好 好 那你拍F耍流氓 Action 喝啦 喝啦 你好 好燙喔 你好 我送毛巾給你們 這漂亮 謝謝 你的腿不錯 你叫什麼朋友嗎 跟我們一起唱歌 好不好 來 你站直播中間 來 來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上班的時候 小沛這邊啦 三萬塊給你啦 沒有啦 三萬不夠五萬啦 老子就是有錢啦 我就是要你留在這邊跟我唱歌啦 沒關係 我可以再幫你找漂亮的小姐進來 你們這邊還有小姐是不是 不要啦 你夠漂亮 你太棒了啦 他真的有笑是我啦 來 有什麼事 來 蓋著 叫你們老闆來把他臉蓋上 我們叫他超度一下 幹嘛的不吉利啦 好 所以你是以笑容化解一些 對 就是笑臉對他們 就是 人家說就是 不打笑臉人 出手打笑臉人 所以你有遇過嗎 還好耶 其實我們的客人都還滿理智的 沒有遇過就是 就你遞毛巾給他的時候 他跟你一個Touch 對 然後你就覺得他 他好帥 沒有用夾子 是喔 就是以空服員的那種 規格去對待 專業的啦 對 因為公司有沒有教你防身術啊 沒有耶 可是我自己有一個那個 就是如果客人要勾搭你的時候 我有一個那個 特別的那個 特別的姿勢 我是不是 我也是 好 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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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這樣子呢 好 這不可能啦 然後再會 威廉 你是防守員喔 你動作這麼熟練 你到底做多少次啊 對啊 好 想展現高超絕技 卻老得超丟臉下場 之前早在網路上找工作的時候 我有遇到 他就拿了一套制服出來說 好 那我們先去隔壁換制 然後是拿拿對的制 他要叫你這樣嗎 好厲害 好厲害 2 你褲子我碰掉 他有袖子轉 沒有 你不要發現沒有我住 是展現五味精神 全都自動奮勇上場挑戰 還有我們人吃高的飲料 像做做這樣 好 你看帶動作好 有 帶動作好 還有人要舉手嗎 哪有 那邊有 好意思 我看大家 請鎖定明天晚間十點 超市金頭腦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當初是怎麼接觸到這個行業 是朋友介紹 因為他說就是薪水還不錯 對 因為那時候還是學 剛畢業 所以說 一份大概四萬多塊的薪水 對我當時的我來說還不錯 差一個話 你父母親知不知道 對 你在這個職業 知道 但是因為那時候 叛逆 所以他們也管不動我 對 父母親一定都是會擔心的 絕對 因為天下男人 沒有一個好東西 瓜葛我跟你在練 人家場所畢竟還是真的 是 是 有沒有人遇過就是有同儕之間 找你去做類似這種行業 金金 想講出原來這一套衣服 就我之前找 在網路上找工作的時候 我有遇到 他就是 不是 他是用別的方式 就是說是行銷或是電話什麼的 然後就跟我約的時候 就約說要在他們公司 公司 然後我約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要走後面的門 然後就再帶我走一個密道 對 真的真的是密道 然後走進去之後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其實有點像KTV暗暗的 一個一個包廂 然後帶我去其中一個包廂 就開始 坐下來談 然後就講一些工作的內容 就覺得很奇怪 我硬真的不是這個工作啊 然後他就說這個工作有多好多好多好 你只要 就像你只要滴滴擦睡啊 然後 對 這樣子服務就好 然後問他們要幹嘛 然後我就說 是喔 然後我就說 我可以考慮一下 我只是想敷衍他一下 結果他就拿了一套制服出來說 好 那我們先去隔壁換制服 然後是拉拉的制服 還滿青春洋異的 反正都在校園嘛 都在校園 對 然後我就 然後還要叫你這樣 好厲害 你褲子有沒有破掉啊 要秀這一段 你褲子有沒有破啊 我看一下 對 我看一下 沒有 你不用關心 有褲子 反正我們站著主持嘛 寶刀未老 完了 我等一下要買這件褲子 一定要買下 褲子破掉 對 所以說 就是森巴女孩們 以後找工作 都一定要小 真的 我問一下副總 通常他們會用什麼職稱來 就是欺騙一些 就剛才講的就是電話行銷 像那個直接跟你談 然後什麼把衣服都拿出來 給你換成 我覺得速度快了 一般來講 他們大概差不多 設定一個月 就要把你洗成 也就是說剛開始 他確實是帶你到一個辦公室 然後打電話 然後呢 兩天之後 他就讓你呢 有一個機會說 你能不能幫我到店裡面 去拿一份公文回來 你一到店裡面呢 就可以開始 他就會有設法 有意無意的 讓你看到公主去送毛巾 是什麼樣的情況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可能會說 那他多少錢啊 你告訴他三萬五 我二十二K 他就三萬五啊 對 他就會主動地 主動地來請店家說 幫他調整工作 然後呢 後來他地毛巾地久了以後 他就會問他 小姐賺多少 小姐賺多少 他就慢慢 然後他又主動跟店家反應 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跟我店家要求的 我沒有要求 我沒有要你做這些 好厲害 對啊 所以有沒有 這叫做溫水煮青蛙嘛 真的 溫水你青蛙還不至於燙嗎 溫水煮青蛙就是說 你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你已經被煮熟了 對 其實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對啊 你一定是這種高薪水 一定要付出一點點代價 當然職業沒有貴賤 但是就是你重要的是 你要選擇不會傷害自己 然後你自己也不會覺得被欺負 對 所以要保護自己 對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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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歡迎下一位 歡迎 曾田 好 太棒了 曾田這一身火辣的打扮 想必工作內容也是相當的勁爆吧 究竟他是做什麼樣的工作呢 一個比一個誇張 接下來到底是什麼呢 曾田啊 剛才西平哥 剛剛西平哥不自... 西平哥不自覺的 哇哦 他不自覺的聚會 這樣的狀況下 你覺得他是什麼行業 外星人 外星人 西平哥 討論外星人太長了 外星人看到他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 投降 好不然我先讓你介紹一下 你這個職業好了 我平常的工作是 在廟會神明面前跳舞 怎麼會神明面前跳這樣子 穿著這麼浪 對啊 每次那個... 做給我都會有 教頭都會請這個 但是他今天要介紹的工作 是他曾經做過非常特別的工作 是的 也是跳舞 那你們想看在哪一個場 夜店 夜店就... 太無聊了 聽很多這種舞者啊 是啊 春浪 對 比這個再... 特殊一點點 有沒有 請幫你們 鋼管舞 鋼管也是夜店的 鋼管也是夜店的 算是也是蠻... 我有朋友生日趴也有請過這樣的舞者 是生日趴的嗎 不是你本人確定 不是我本人 這個... 不是告別單身趴的 我一看... 舞者來了 我就趕快先從門口 先溜出去抽香葉 會找他們去... 找他們去跳舞的 大部分是家屬 家屬啦 客人類型通常都是家屬是不是 客人類型大概都是 90歲以上 或者... 或者是非常特別愛看辣妹的人 那表示一句台灣言語 叫做 老懵老貴骨頭刀 不輪射啊 失職位 不輪射 不是 這個... 這個表演類型應該是還蠻... 悲喜交加的 你的工作內容 有啦 電子...電子花車 對 類似類似 笑裡哭目 是不是 動型的電子花車 是嗎 然後有跳舞這樣子 曾田自己說 就是看我全身黑... 穿全身黑的話 是 我是在桑李前面跳舞 桑李... 桑李... 李堂裡面跳喔 就是在他的照片前面 照片 他也是跳熱舞嗎 也是跳熱舞嗎 那個舞蹈是有... 他要篩選過嗎 是要讓家屬看起來很悲哀的舞 悲傷的舞還是... 沒有耶 我們就是... 悲傷 你來看失敗一下 就是...明明就是喪失大 來的嘛 來的嘛 王者都看什麼舞嗎 小玉你演那個離開的人 然後... 然後那個... 真的在前面跳 對... 你站... 對... 小玉躺... 還是躺著吧 對... 你要... 然後... 然後你在旁邊哭哭 對... 然後你當然是在哪邊跳 在哪邊跳 是啊 因為... 對 小玉通常... 躺著的時候 她應該是會這麼帥 你可以的 她肚皮都露出來了 怎麼跳... 跳什麼啊 去跳什麼 這種類型的嗎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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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別喔 喔... 我復活了 我復活了 我知道... 我知道她有用力了 就是要... 真的跳這一種啊 真的跳這一種 對啊 真的啊 其實還會更over 就是可能會真的蹲下去那樣 所以她真的是要讓王者 死而復生對不對 對 死而復生 因為我們... 她會請我們跳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可能是90歲以上那種喜桑 她就是想要開開心心的送走她的家裡這樣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可能那個大哥生前 或是就是很愛看到 喜歡她 喔 所以那種畫面很衝突 就是家人在旁邊一直哭 可是你還是要很開心 在她前面跳舞那種感覺很奇怪 是喔 還是需要含淚嗎 就是在扭腰的時候 在眼眶帶淚 對 因為那個... 有時候我會先念一段那個 可歌可泣的一些文章 對 那些氣氛下很難過 然後我們現在看 我們爸爸最愛看跳題目 可是他們就是雖然悲傷歸悲傷 但是跳完他們還是會就是很開心的跟你說 謝謝就是 謝謝你來就是送我家人這樣 很好的最後一程 價碼會比一般的演出的高嗎 會 會高 就是我們... 會多出幾層啊大概 沒有幾層耶 因為我那時候接大概是 工作時間是兩三個小時 就是整個告別式 然後我們大概跳三次 然後... 三次就是分 為什麼我要分三次 就想說可能來的客人都不一樣 送進來的時候 就照顧不同時段來的客人 沒有啦 爺爺年紀大了 一下子看三段看不來 所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殺開休息十分鐘 然後再來 不是 跳完之後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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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說 這是你的紅包 嚇死了 對就是這樣分三次跳 那時候大概拿了五千多塊吧一個人 噢 五千多 西平 跳這種舞的有沒有覺得 八字比較適合怎樣八字的人 我覺得 跳這種舞八字比較很硬吧 好 一定要哄韻 他差不多擠兩種才推薦 還是什麼 你這種應該不常見吧 就其實蠻多人在找的耶 真的啊 還蠻多人在找的 那是透過什麼管道會聯絡啊 是 能力贏好 沒有啦 我 旁邊這個時候有固定的啊 跳廟會的就會問他要不要 那幾間在選 然後你有在跳舞 都會有互相找 好 那其實威廉平常 其實滿喜歡看辣妹跳舞的 那如果他說他之後有這個需要的話 他會再跟你講 好 需要嗎 那你 我可以啊 就是比如說小玉大壽啊 兩個拉拉拉去吧 對啊 超奇特的職業 讓來賓傷透腦筋啦 你的工作內容大概是 就是要 就是要 這是 這是非常非常負面的那個 那個小姐 不可能啦 像她這麼可愛純真的 不是小老子 想要先上來吃什麼 今晚實在有健康吃什麼咧 紅瓜香菇雞湯 我們的做法會跟 帶著香菇雞湯 稍微有點不一樣 一肉就把它放進去 好 好棒喔 這個是紅瓜泥 就把它放進來 這是我們的湯頭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甜湯頭 好甜 好甜 明天下午6點鐘 超市實在有健康 十四歲天才少女 令許慧欣和Joanna 笑到屁一滴唆 如果愛是說什麼 走我不能放 那個什麼樣的歌 跟它對戰 其實我只是 我覺得你肩膀越腫越高了 是緊張嗎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那有沒有就是 因為商禮是一種 那比如說像剛剛 生日派對的這一種 你有跳過生日派對的嗎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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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婚商喜慶都結過了 什麼都結啊 對啊 那生日派對就會玩得更厲害 那你如何保護自己 萬一那現場失控好 因為你們都是穿這麼少了 對啊 身材這麼好 那會不會留下來 請你留下來一起喝一杯啊 什麼的 然後就看到 然後金金拿檳榔出來 五郎被撥 這兩個這麼強 是就要自己撥開啊 怎麼撥 怎麼樣 有沒有很誇張 你講 我給你示範一下嗎 我不用示範 我想問你有沒有做過就是 因為男生可能要結婚 他要辦告別單身派對 對不對 就喝酒 那你應該有去過這種吧 有 那應該是說 我就是請辣妹都要 對那個男生做一些動作 對不對 秀舞 比如說什麼把頭埋進去之類的 我們都會玩得比較誇張 就譬如說會 把冰塊直接倒在 倒在她衣服裡面啊 就是秀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都會跟他玩一些比較大膽的東西 大膽 那示範一下 大膽到什麼程度 這個應該不能播啦 不能示範啦 就是說 大膽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那個 舞者會要求現場不准拍照啦 還不准留下照片 可是不會 我們不會就是做到 就是可能你們想像的那樣 我們只是說 玩得大膽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倒拼塊或者是 衣服就是把它全部脫光 就是把東西都做在她身上 就只對她 針對她 但是我們不會有任何的 然後其他男生就覺得一直笑 一直笑 一直笑 對啊 因為你們請她用衣 請我們用衣 就是要整 就是要整她 哦 原來 像那個餅乾也是舞者嘛 對不對 那你有跳過類似這種場 有 生日趴 然後 廟會也有跳過 還有 四面佛 四面佛 對 四面佛他真的很靈 四面佛很愛看耶 四面佛 對 在泰國嗎 四面佛是不是說價錢要比較高 因為他要跳四面是不是 沒有啦 妳開演唱會四面台 妳有收比較貴嗎 對啊 幽默耶 不過我在四面佛沒有遇見一個 還蠻妙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朋友 另外一個厲害的舞者 他有帶攝影師來 然後他進去 他想要跟我們拍照 結果他一直按 他們都按不下去喔 就想說怎麼 欸 是壞掉了嗎 結果不是 他去外面一按 都又是好的 又可以 然後又不能 又不能 就是代表是說 就是生命不想讓他拍 沒有侵蝕 對 對 生命也需要隱私的 也是 好的 謝謝曾甜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歡迎下一位 小韓 歡迎 看起來很可愛喔 是 是 哇 小韓 你這一群可愛的穿著 是要去約會吧 還真好奇 他是住什麼樣的工作呢 這個就是 在東區逛街的路人啊 對啊 這是一般出去玩啊 對啊 這有什麼可憐 而且小圈還沒畢業的感覺 很嬌小可愛 這也非常嬌小 對 你的工作內容大概是 就是 要 要 然後還要陪我吧 對啊 很醜 這是 這是包養嗎 還是什麼 很明顯喔 你暗示這個答案啊 是不是 認吧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負面的 那個 那個小姐 不方便說是不是 認吧有這個負面的想法 對 西萍 不可能啦 像她這麼可愛唇真的 你怎麼想 老是想她 假裝了 她這就是很明顯嘛 她就是 她講的就是寵物吧 但是什麼 什麼寵物我不知道啦 她這種 要餵她吃飯 幫她穿衣服 要陪她玩 就是寵物 鍾欣怡 如果有人陪你玩 陪你吃飯 幫你穿衣服 那是男朋友啊 不是 而且還有收入 而且 還有給你錢 對啊 這收入 就是 就是乾女兒了 乾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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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工作 乾女兒不是工作 乾女兒有人把她當工作 是不是 關係 對啊 工作時數要很長嗎 還是就吃飯時間出現就好 全年無休 誰空誰到 你看乾女兒啊 而且有 在日本有一種 有一種行業叫做週五情人 在日本 禮拜五才出現的 對 每個禮拜就禮拜五 所以人力銀行可以找到這個 當然不行 而且 而且 收入還不錯 有五位數字 一個月五位數字 然後但是 不用接觸 跟網路有關 不用接觸 不用接觸 自己設一個網站 所以沒有面對面接觸就對了 沒有面對面接觸 沒有面對面 沒有直接 所以自己設一個網站 好新的工作 然後人家在網站上頭 餵我吃飽飯 是這樣嗎 餵我穿衣服 就視訊啊 跟他演戲 餵餵我 差不多這個意思了 小孩來公布一下自己的職業 究竟小孩從事什麼樣的職業呢 那暗藏咖啡 濃到不可思議 曾經有一次呢 我為了採訪的關係 然後喝了三種紅茶 三種加起來八月是 一杯咖啡杯一號 很好啊 醒到四點 我剛剛告冷汗 我是不會啦 你這麼早 明天晚上八點 情侶跟我見案庫 精神科孔醫師 展現怪物等級實力 開朗基羅 是出生於義大利的哪一個城市 他是出生在 托斯卡尼省的一個地村 信口磁皇 那磁皇 原本是什麼東西 說了就把它修掉了 你清楚定明天晚上呼 接超審議的是頭腦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辯視台 來 小安來公布一下自己的職業 是手機APP裡面的軟體 然後是寵物情人 我第一次聽到 好新喔 可不可以 小安可不可以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工作 內容到底是什麼 還是不要介紹 免得到時候 大家都來當的話 會搶了你的生意 所以它那個遊戲是 就是類似像以前的電子機 那種養寵物 可是它是養我 就是裡面是我的照片 跟我的人 所以也是 你會像以前的電子機這樣 畫面裡面這樣跑來跑去嗎 對 然後我會說就是 就是可能 主人你要帶我出去玩 主人抱抱 那妳肚子餓的時候咧 就要主人我肚子餓了 所以妳可以 妳可以主動喚醒主人嗎 不行嗎 一定要主人用APP上來看妳 對 對不對 對 請妳下一個節目 告訴溪婷怎麼上APP 怎麼上APP 溪婷這樣子妳有興趣嗎 很有興趣 不是 我還沒搞太清楚 對不起這個 我老扣口了 你這個問題太好笑了 然後它其實是 應該是說它是 我去只拍一次 我是負責拍照片什麼 然後它那個軟體是 讓它使用 對 然後它會一直出現我的圖片 或是我的動作 所以動作都是軟體在幫它設定 像那個明星三缺衣一樣的嗎 對 我直接一個問題 這穿著怎麼樣 穿著 我們有帶照片來的 穿著也是軟體幫它做穿著 我們看一下 這是睡覺的事情 睡覺的 男生會融化耶 不會很美啊 對啊 然後這個是呢 這是什麼 生氣的時候 生氣嗎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為它很多 在閱讀的時候 不像耶 感覺是像 你都不帶我出去 她說對 我撒嬌說 我不會唸 我不會唸 有洗澡的時候嗎 那有換衣服的照片嗎 有衣服 寵物要換衣服對不對 對 就只有這兩張 你帶雞的時候 會做什麼動作 就是思考的時候 就是主人這樣 好可愛啦 當初你怎麼會找到這份工作的 好棒喔 朋友介紹 就是因為他們好像是在徵選 然後從兩百多個人裡面 選出你 對 好厲害喔 這小孩很適合耶 對啊 他一走出來就給我感覺很寵物 焦滴滴的感覺 就會想要疼他 味道對 味道對 有沒有女生想要做這份工作的 萌萌 萌萌 你要徵選哪一種寵物的情人 就也是教小可愛的寵物啊 小狗狗 你咳什麼東西 麵包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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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感覺還滿可愛的啊 對啊 而且就是你可以在自己的APP裡面 看到你自己 可以自己養自己啊 很好玩的感覺 真的 那你自己 小孩拿這個薪水是一次拿到而已嗎 對不對 對一次 不是一個月一個月金 那就是一次代言性的 一次性的 對一次性的 三萬多塊是不是 對 那如果就比如說 你被下載的次數很多 那有可能下一次會再繼續找嗎 嗯 那我就不清楚 因為他們好像想要找不同女生 那如果他下一次找夢夢的話 你會生氣嗎 不會啊 我可能會下載 我也很可愛對不對 那做了之後 我被 有後悔嗎 有一點 因為每次跟朋友出去 他們就會故意就是學我說 主人你今天要吃什麼 然後日常有被刀的感覺 會被朋友求 對 如果任拔 他們想開發一個任拔APP 然後你要說 主人我肚子按 你會接嗎 會打開 是不是 我還蠻想像畫面 就好像找細萍 在開發APP 手女想要 細萍你怎麼看 這個問題的時候 如果有任拔APP的話 那個APP 網站會被關閉 聲音太不好 對 中細你會想要下載 你會 除了照片之外 你會有動作嗎 譬如說我要為你吃飯 你要張開嘴巴吃嗎 我還會眨眼 還會眨眼 是有像動畫一樣的 對 他是有做動畫 有動畫的 那有聲音嗎 有有聲音 他就會說話 他就會說話 還可以帶你去玩遊戲 對 玩什麼遊戲 他裡面有很多 然後就是可能遊戲就會賺錢 他就可以帶我去逛街買衣服 對 就像以前電子機的概念 對 那APP的那個點擊有多高 你知道嗎 有到30萬了嗎 應該是有 因為他之前在那個 排行榜上面 他是前10名 哇 這麼多人 好厲害 那孟孟是在你前面還後面 我又沒有 我還沒找 他還沒拍 還沒有人找他拍 對 找他拍 希望之後可以找我 想生意 想生意 對 這應該還滿好玩的一件事情 真的 謝謝小孩 謝謝 謝謝 今天神馬正妹們都跟我們分享了 他們原本之前做了些什麼工作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做工作真的是很多陷阱 對 有一些陷阱要注意 像剛剛那個副總說 譬如說打電話是電話行銷啊 是以這種瞑目在爭人的時候